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其实如果照片跟自己的记忆连结很重要嘛 而且又很流行啊 对啊 陷阱杯很流行 好下一张 明镜拍了在第三集的时候 找一支的单杠 那为什么觉得好 那就先从明镜自己讲好了 就我拍了所以我要脱胎一票 好 OK OK 那你当时为什么在拍这张照片呢 看到什么 就旁边的脚 有一种 有一种趣味在 这样画面很平衡啊 然后也有有趣的点 像是这个 断掉的蛋缸 还有这支脚 还有这个脱鞋吗还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脚只有半截 就是一些很散落的物件 在这个照片里面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物件好像跟那个阿伯都有点关联 那就像刚刚小静讲的 明明你知道它是现实 但是又有点超现实的感觉 然后我很喜欢这种很 跟现实很强的冲突感 那我觉得它很荒谬 所以我觉得它很有趣 所以我就选它了 好 下一张 这是我们第四集的封面照 我们那时候的主题是镜像跟反射嘛 那这张刚好它烧了片头 然后你就分布清楚了 那个到底是不是 我看起来有点镜像的感觉 然后就是框中康 然后烧片头又很流行 其实我拍这张的时候 我不知道它会烧到片头 所以这是满惊喜 意外啦 就这样啊 那你喜欢这张照片吗 喜欢啊 很像一片玻璃 像一片玻璃 嗯 烧片头就刚好烧在这个位置 就还满妙的 嗯 画龙点睛感 我会喜欢这张是因为 刚好那时候的主题是镜像 然后这种逆操作的感觉 镜像我们应该要是去寻找 可以反射的画面 但是我们却利用了这个框 自己做出这种镜像感觉 所以就是配合当时的主题 就觉得更有趣 我們前进到下一个 好这张是第五集的 这张是你拍的吧 嗯 我觉得就是很美啊 貓很可爱 光影也不错 我就觉得他很生动啦 我就是单纯就是这样 然后构图也很平衡 就这样 嗯 就是猛而已啊 猛 OK 猛可以 张狐欠 猛欠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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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嬉欠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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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山雙臉的時候拍的照片 但是這個其實也很像第一集的規則 就是有 規律 很有趣的地方是 它不只很有規律之外 到底是哪來這麼多巡邏箱啊 所以我就單純就覺得 嗯 有趣 就是巡邏箱掛一整排 就是很不符合現實邏輯的事情 對 所以真的就是刺到那個 點這樣 那我們下一張看到的是 這個是惠敏拍的 第二集 我知道第二集的 那 好 你想一下你那時候怎麼發現這張照片 其實我拍的時候純粹只是因為貓而已 我完全沒注意到礦 所以他們跟我說了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有礦 所以我覺得很多照片其實是 嗯 當下其實沒有那個 意圖想要這樣拍 但是 就是很自然的 發聲 嗯 我覺得你其實有看到 就是一種 潛意識的反應吧 你有一些 視角觀點 我覺得都還蠻 蠻特別的蠻好的 你知道嗎 超像老司機開始 他剛好 在框裡面 那個光影蠻美的 貓咪的姿態 其實他蠻小隻 但是我覺得他的整個姿態很好 我在看張照片的時候我就覺得 哇那個線條 就是有個韻律感啊 我們第七集的 我就覺得這張 很有韻律感 很有節奏感 大圖輸出了 就放大張來看 應該會不錯 下一個 下一個 這個也是第二集萬華 這是靈線拍的照片 蠻有台灣味的 就很多 不相干的東西會拼湊在一起 然後你會覺得 他怪異很莫名其妙 可是他就是 活生生的就在你面前這樣 嗯 嗯 我覺得很 這光很戲劇性欸 然後 還來的那隻老鼠 對啊 那隻老鼠 其實這張也是 要放大才會更好看 的那種 嗯 沒錯 因為我們那時候拍的是框架 跟明顯跟拍的時候 就看到這隻老鼠 就說 欸他被框住了欸 對 他是個活生生 在框架裡面的老鼠 這樣 下一張 這張是我拍的 也是第二集在萬華的 是 比較玩樂的孩子們 我其實一開始在挑的時候 我自己沒有特別喜歡這張照片 應該想說我拍了三四張 一開始比較喜歡的是另外一張 但是後來這張結果 反而得到最多人的讚 我比較喜歡另外一個小女孩姿勢 比較深讚 嗯 對 那正式這張就是 這張其實會比較好 因為他有一個對角線的 斜角線的構圖 的感覺 然後他有一個 就是一個 你看一個螺旋狀從右上 左上到右下這樣子 然後有一個節奏感 然後剛好 這個頭跟下面這個頭 他們兩個都是看同一個方向 就是你有一種協調感啊 我覺得這樣是比其他張都更協調 然後畫面更集中 更能注意到裡面的細節 因為其他的都還有點拍得太廣了 光影跟孩子 其實就是大家喜歡的元素嘛 顏色也蠻美的 你已經說得很完整 哈哈 OK 沒關係 就是整個畫面都很滿啊 每個細節都有好玩的地方 就是我們在一個點 然後拍一個可能會 達到完美的構圖的時候 應該是蠻有成就感 動態視線 我們會跟著他那個動線去走 每一個人的方向又不一樣 順著他看的方向去看 所以就還蠻多變化的 就你可以看到 他們會有一個互動在裡面 然後會蠻有故事性 小孩們各有姿態 就是各忙各的這樣 我覺得一張照片裡面 可以捕捉到很多不同的動態 是蠻比較 我覺得比較難的吧 很多其實大的動作都差不多 下一張照片是 Seal拍的 是第一集在西門町了 只是這個畫面有規律 但是又有 比較特別突出的地方 所以我就有拍的 一樣啊就有規律 可是又不會太死板 就它有變化在 然後會蠻有趣的 破壞性的東西 會特別的吸引人家主意 這兩個好的東西 暗示了這個人 被拔走 然後你就會覺得他很有故事性 你就會想說 欸為什麼他被拔走這樣子 因為我們那集的主題是規律嘛 規律如果全部都一樣的規律 又不會有趣 他剛好就是那個破壞 就起出思考 當然我覺得一個照片 讓人家覺得 欸怎麼會這樣 或者發生了什麼事 客人就會認為這是一個 不錯的照片 Works 所以那時候就是 他就是祭福了我們當那集的主題 然後又拍得蠻有趣的 好那我們就到下一張照片囉 下一張照片是明顯拍的 所以就讓他先講吧 這也是第一集在新門町的時候 那一瞬間 一看到就想要拍下來 就這樣 就覺得很好玩 很夠近的照片 要拍那麼近的照片 以接拍來說算是一個 就是蠻需要勇氣的事情 你不會嗎 你不會這麼近拍 我要看狀況欸 剛好他又看鏡頭 整個張力就很夠 然後再加上他的那個喜羊羊 真的很有趣 這張照片好就在於 就是你的經驗 還有你的 無味的勇氣 跟他看鏡頭 造成的張力 沒錯 常拍照人來說 絕會覺得這張 還蠻不容易的啦 而且你是先看到他之後 再預判他的動作 就是他會回頭看你 強角色啊 我覺得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非常 非常個性生命的角色 所以你看了 你就是會覺得 嗯 這是很有趣 對啊 所以這是畢竟要選的 張力很強 很近嘛 好這張是第二集的 Cell拍的 覺得光影還蠻好玩的 左上角這兩個 轉彎的箭頭 我覺得是會讓這張照片更有趣的點 這張是四個人都同嗎 嗯 對 你忘記沒有抽 嗯 對 不小心按到了 嗯 我覺得不錯 可是 總覺得好像這邊還太空了一點 可是其實這樣已經蠻 蠻有趣的 好像還可以再更好玩 雖然只是影子 但是你也看出了很多 台灣味的東西 在欄杆上 當自己夾賽衣服啊 還有那個招牌放射狀 也是我們記憶中很常出現的畫面 還有看到拍攝者 靠在牆角 所以就還蠻多有趣的小小的元素這樣 我跟小鏡想的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很可愛 然後很有趣味 當然我這邊就跟明顯不一樣的想法 就是我覺得 這個附空間 這邊那麼多空 其實我覺得沒關係 這樣我們反而會很仔細的去讀那些 影子上到底發生了些什麼東西 因為如果這邊有個東西的話 可能視覺不小心就會一直去盯著那邊看了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一開始看 我就會先去讀讀看這邊有什麼 然後我覺得 讓我覺得很有意思 而且 明明四個人都在這個橋上 我們都沒有發現 這陣子裡發現了 真棒 好我們到下一張 這是我拍的 這個也是第二集在萬華 這個在我拍的時候 我當下我沒有想什麼 我只是單純就是 對 一開始就想到這個框架嘛 然後再來說我個人很喜歡 把一些 我自己在拍的時候 我常常會拍一些就是這種 不管是手啊 或者什麼 就是一些 把他自己 就是 獨立出來的感覺啦 我會覺得有些時候很有趣味 讓他的 戲劇性很強 你就會好奇嘛 產生一些 我產生好奇 產生疑問我就去拍下去了 其實我那時候當下沒有想很多 看到這張照片 就會覺得 那那個人的到底是面向哪一邊 然後就會覺得很奇怪 也有一點點 超現實的感覺 對啊 就有一種 好奇他這人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可是我在想 要是如果 再往左 或者往右 一點 會不會更 會不會就是不要這麼中間 會更好 我自己再聯想 嗯 我也不知道是 有沒有更好的 打 更好的畫面之類 我喜歡的照片 這張照片原因是因為 他就是只露出兩隻手指頭 就很像什麼 恐龍啊 或是怪獸的 爪子這樣 開始接拍之後 就會發現很多人沒有意識到 他自己做的事情 有那麼的有趣 他一定不知道 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會這麼可愛 這就是好玩的地方 我聽說他好玩其實比較是說 你看 去除那個前後的脈絡之後 變成一個非常新 很奇怪的東西吧 我覺得他好玩是這樣 加上這張是一個 他其實是一張蠻單純的照片 你直接就可以看得到 圖片的重點 所以我們現在 普遍用手機 Instagram閱讀的時候 他就是一張比較吃香的照片 再來這張 第二集萬華 明顯拍的 來讓明顯先講 沒有什麼其他的用 然後而且又剛好他在那個縫隙 這張我覺得他整張的顏色的色調 還蠻統一的 那個棕色跟這個棕色的毛 然後他在縫隙裡面 拍得很剛好 然後還有一個 就好像你也有拍張 然後同一隻貓 可是你拍出來的貓是可愛的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拍出來他的臉 就有點 尖嘴猴灑 好討厭你 這張是Seal拍的時候 他是在睡覺 剛睡醒 然後我靠近的時候 他就被那個麥克風嚇到 被吵醒 然後他下來的時候 就跳在這個中間的時候 就有一種在抗議 然後就剛睡醒神志不清的感覺 我覺得那個水溝蓋 然後後面的車子 還有前面的這些前景都很 就是 都還不錯 就給他一個很可愛的框架 然後還有就是 色調統一這件事情 我也覺得還不錯 你知道我們有什麼 好普通的 就是框架 色調統一 貓 動物跟小孩 都是 大家喜歡的 萌就是 萌就是正義 萌先決 對萌先決 好那就下一張囉 下一張的話是第三集 這樣是你拍的吧 嗯 那就來 就這樣 那個鳥子是一個意外 這個罐子 溫屈的感覺 還蠻美的 那個鳥子也意外 就是那個意外 讓他不要 對就是那個意外 就很有趣 發現是有很能捕捉到意外 對很多張都是意外 那裡的 超能力這樣 這也是讓我很驚喜的地方 我從來沒仔細看過那個小孩子 留下滑梯之後 會有那個影子 就是那麼的有趣 可以看清楚的看見那個形體 就是鳥的 剛好 他的姿態就很伸展 然後他是往上的 然後小孩是往下的 就是那個動態的對比這樣 那一個是被困在裡面 一個是自由 哦 哇 好會講 有啦 抽象老司機 不會是抽象老司機 好嘞 那我們就 已經看完了 我們 其實你看我們拍了7集下來 只有這幾張照片 是我們全部人都喜歡的 接下來要看的是 希望大家聊一下你這張照片 你覺得不錯 為什麼好像沒有得到大家的情感 或者說你覺得 明明就很鳥 為什麼得到大家的情感 你覺得有這種狀況的照片 你可以拿出來我們聊一下 我們就自己挑一下好了 謝謝大家